蔡英文 总统蔡英文访美行程过境纽约 却遭到亲中团体连续两日抗议 我方掌握情资是一个人 两百美元被动员 扣气嚣张强调都是自主动员 看看现场布条大纽约执行会 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 等多个亲中团体 但蔡总统行程又是如何掌握 你怎么会叫总统蔡英文的行程呢 我以我的方法 蔡总统在美国几天 你们就会一直看 不能说总统 他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 台湾地区领导人 我们只能承认 不能说总统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当然叫他总统 你叫他总统 我们不接受采访 相较记者淡定回应 男子却直接爆气 现场一片混乱 其实这名懒姻男子 是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陈善庄 一旁白衣男 则是美国福建桥连总会主席 陈建荣 都出身中国 在当地小有名气 成员有中国人 也有台湾人 一个台湾人 叫花靖雄 是好像苗栗新属那边的人 叫统派人 而在街道另一头 这名书游头 身穿黑西装男子 手拿中国国旗 并持手机录影记录 抗议全程 你是中国这边的长官吗 我没有 我失了这一场 低调聚访急着闪人 而他胸前徽章 是否为中国高层单位 派来监督 写的住进住院 我不晓得 然后做一些事情 他们有一些利益 从掌握蔡总统行程 到动员抗议 背后不只有中国统战部支援 甚至也包含亲中台湾人 做内应 中国从上到下 大压台湾国际交流 从来没停过 三十六岁金网家 航游人母后 采用台北纽约 参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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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